把两只蜜花放在巴西蛇岛上 会发生什么情况? 能将毒蛇全吃完吗? 在巴西的一个小岛上 生存着将近4000条毒蛇 因此这个小岛也被人们称为巴西蛇岛 要知道 毒蛇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令人恐惧的存在 可想而知蛇岛上的场景有多么的恐怖 并且在这个小岛上生存着的蛇 都是毒性很强的金毛头腹蛇 因此有人提出了疑问 如果将蛇类的天敌蜜花放在这个小岛上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 蜜花作为幼颗动物 相信它们的实力也有目共睹 并且它们的性格十分好斗 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平头哥 并且在蜜花的食谱中 也时常出现蛇类的身影 因此蜜花还是有着能够与毒蛇一较高下的本事的 可是要知道 金毛头腹蛇的毒性非常大 难道蜜花不会受到影响吗? 事实上 蜜花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毒蛇的天敌 就是因为它们本身有着对抗毒蛇毒素的本领 从它们的皮肤来看 由于皮毛比较厚重 所以毒蛇很难将毒液注射到它们体内 这样一来 蜜花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防御毒蛇的毒素的 并且人们在研究中发现 蜜花即使是被毒蛇咬到 也不会出现致命的问题 只需要躺下休息一回 就能够恢复活力 这样看来 蜜花对毒蛇的毒素有着敏意性 更重要的是 毒蛇的毒素只有进入动物的血液中 才能够发挥作用 因此就算是蜜花将它们吞下 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样看来 蜜花蛇类天敌的称号真的是实至名归 把两只蜜花放在巴西蛇岛上 会发生什么情况 能将毒蛇全吃完吗 不过巴西蛇岛上的生物比较单一 我们也无法真的将蜜花放上去 所以想要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还需要从蜜花和毒蛇的习性来进行对比 如果是两只相同性别的蜜花被放入蛇岛上 那么就算是它们的实力在强 也无法敌得过毒蛇数量上的压制 所以要想研究这个问题 必须设想放入蛇岛的蜜花是两只不同的性别 并且蜜花的繁衍能力是比较强大的 尤其是在食物充足并且没有危险的状态下 它们就更能够放心大胆地繁衍后代 而蛇岛上的金毛头腹蛇属于独具动物 它们并不会团队作战 所以面对蜜花的捕食 大部分蛇类都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相信不久之后毒蛇的数量就会迅速减少 既然如此 那么当蜜花将蛇岛上的毒蛇全部吃完 它们又该如何生活下去呢 由于蛇岛上的物种并不多 所以当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 食物也必定会变得匮乏 它们为了让自己获得足够的食物 就不得不与同伴争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蜜花的生存状态也会变得岌岌可归 甚至到最后全部消失 更重要的是 如果蛇岛上有幸存下来的毒蛇 那么顾不了多久 这个蛇岛就又会恢复一开始的模样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些情况都是根据猜测提出的 我们无法得到真实准确的答案 所以一切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巴西蛇岛的地理位置如此特殊 金毛头富蛇是如何上去的 相信有很多人都非常好奇 巴西蛇岛明明四面环海 但是上面所生存着那么多的毒蛇 这些毒蛇究竟是如何过去的 难道它们会游泳吗 事实上 在一开始的时候 巴西蛇岛屿还连接着大陆 生态链也比较完整 不过随着地壳运动 这个小岛逐渐脱离了原来的大陆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岛屿 而上面的生物由于生态链的断裂 许多生物都逐渐消失 而金毛头富蛇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逐渐占领了整个小岛 数量越来越多 才形成了如今的巴西蛇岛 更重要的是 金毛头富蛇为了在这个小岛上生存下去 身体内的毒素也在逐渐增加 与其他地方同类型的蛇相比 它们的毒素会更强一些 并且在巴西蛇岛上 金毛头富蛇的数量并不少 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 这类蛇的生存现状并不乐观 主要原因还是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捕杀 所以我们还是应当对其实施一些保护的 虽然巴西蛇岛上的毒蛇毒素很强 但是并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毒蛇更应该持保护的态度 才能够防止它们走向灭绝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